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大家好像看今天的场景 对不对 有一些陌生 因为我们这实在是订不到办公室了 所以说随便在这找了一个会议室 然后现在这个房间的回升会比较大一些 我们开箱的条件会比较艰苦一些 这款手机我相信有不少同学之前没听过这个品牌 对不对 叫realme realme实际上是OPPO的一个 之前在海外发展的品牌 但是今年OPPO把这个品牌 首先它是独立运营的 它现在是独立于OPPO运营的 但是OPPO让这条产品线重新回到了国内 一方面我觉得是目前国内市场手机竞争很激烈 另一方面就是OPPO需要这样一条产品线 去拓展它的可能是终端机 或者是终端机再往下入门机这样的一个市场 这次它的外包装我们看有一点像大黄蜂的那个配色 就是灰色和黄色交织在一起 首先今天我在微博上已经看到realme的CEO发了一张他们的曝光图了 首先它写的是和realme一起开启超级之旅 我们一个个打开首先这是一个机器 然后这是一个里面是一打小说明书 然后有个快速指南 现在说累了 这个舌头不太地素了 这有一个手机壳 这个手机壳如果你能上手体验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比我们日常所拿到的那种软质的手机壳 差异很大 就是它首先要更硬一些 同时它这个边框这个边角要更宽更厚一些 你摸的话上面实际上是有一些类似于小凸点 小凸点一样的这样的一些纹理 这个就是机器 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是蓝色的版本 先放在这顶上 然后看看有什么配件 配件 这次这款手机搭配的是VOOC 3.0的这样一个技术 注意它不是SuperVOOC 它是VOOC 3.0 然后它的这个充电是20瓦5V4A的一个快充插头 然后这有一根Type-C的数据线 好 首先打开这个机器 我先摸摸这个是塑料的还是玻璃的 哦 这个挺好看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我现在感觉应该是玻璃的 从我十几年的人生经验来看 我觉得这个后盖应该是玻璃的 然后它这个颜色大家看 它采用的是一个类似渐变色的处理 就是上方最顶上是黑色 然后这个位置是紫色 然后这个位置是蓝色 整个的机身上 我现在这个角度看着不明显 但我相信你们从这个相机的角度来看 应该有一条这样的S型的光纹 这叫光纹 然后有两枚镜头 一枚镜头是带小金圈的 这枚镜头 如果我拿到的资料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IMX586 哦 大家看 那上方是一枚弹出式的前置镜头 也就是说这款机器应该没有留好 你看它现在新增了一个两侧滑动手势 就是现在新的ColorOS 6.0 已经有两套的虚拟手势 你在玩手机的时候 你其实不用你的拇指一直在上下的来回的运动 这一次这款手机还有其他的一些硬件参数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它的屏幕尺寸是一个6.53英寸的屏幕尺寸 6.53寸大家可以理解为它的屏幕尺寸大概是和iPhone XS Max那个差不多 然后呢 这款手机因为咱们刚才看到了 前方没有一个刘海 它采用的是一个类似于真全面屏的设计 它的屏占比已经超过了91% 但是大家看上边的边框是很窄 下边的边框是要比目前的旗舰级要宽一些的 据我了解 这款手机它的竞争主要竞争对手 我们可以理解为比如说要红米Note 7 这个等级的 红米Note 7现在的售价是1599元官网 它的镜头是一枚1600万像素的镜头 我给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了吗 弹出式的 然后拍一张 然后这个镜头 当然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也是有一个自己保护的一个小措施 对吧 就是如果你用手按下去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自己回去的 你也可以对不对 检验一下它的耐久性 给它往回顶一下 那也可以回去 两种解锁方式 比如说我们先添加指纹 然后我们看看 我不知道这是第几代的指纹识别的纽 我们现在一二三 走你 后置镜头 刚才我们提到了 后置镜头它采用的是一个4800万像素主镜头 和一个500万像素的辅助镜头 还增加了超级夜景的模式 我现在关灯 但是外边会比较黑一些 这样我现在超级夜景先用普通的相机拍一张 然后用超级夜景再拍一张 大家看看效果 我们首先看这是正常的 就是正常暗光下 它大概拍成这样 然后我们看超级夜景的 超级夜景这张样张明显 大家看这个椅子的颜色 对吧 椅子颜色明显要更加限量了 包括这个树叶 大家看这个树叶了吗 这个树叶的位置也更加限量了 对于目前很多手机的主传感器来说 RMX586就是今年来说表现相当好的一个双弹器 大家看这款手机的处理器是高通骁龙710处理器 然后它有 它是这款手机本身是4GB内存起的 我们拿到评测机是一个8GB版本 然后128GB的存储 这款手机的电池是3765毫安时 有零有整 但是支持20瓦快充 我目前还不知道快充它的实际的充电的速度 不过20瓦的快充 对吧 再卖也卖不到哪去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对这款手机一个快速的上手的体验 就看售价吧 就看售价吧 如果没有得到那个小道消息 我自己对这款手机的分析 我应该觉得它既然是OPPO的一个品牌 那它的售价应该是在2000元左右 对不对 你得把这个利润空间留足 但是Royal Me呢 由于之前真的对这个品牌了解的很少 只是在一些数码新闻听到过 这个品牌在国外卖的怎么怎么样 真的不知道这个品牌回到国内之后 它的战略品牌策略是什么样的 主要就是看售价了 现在给不给力 我觉得就是看售价了 好了 以上呢就是我们对这款手机一个快速的上手体验 还挺出货的意料的 我相信这一期视频应该会有很多人去点击去观看 因为这个品牌之前可能大家很陌生 但是以后很有可能会成为红米成为荣耀之外的一个 挤占2000到1000元 这个价位区间的一个非常有利的竞争者 好了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想看更多好吃好看好玩的视频 大家可以关注微博周文泽 以及公众号小泽你好 我是周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